完成游记兵的任务之后,拿到了一艘新的飞船,A级的 这艘飞船可以有四个船员,可惜我现在的领导力不够,只能放三位 目前的货舱中有不少传奇武器,可是呢,传奇武器不见得好 拿在手上打的顺手才是好武器 后面弹的赚钱呢,是搜刮战场的物品,我不会教怎么采矿升等,或者是利用bug去偷钱 你们知道吗,阿基拉城入口的那个杂货店,可以在门口偷店主的钱 接下来看一下船上的配置,其实这些配置有跟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很少会走到后面来,我不喜欢盖房子,唯一的前哨站是为了藏那些走势品 需要用到的矿物去买就好了,我也不喜欢采矿,然后去制造有的没的东西 突然把等级升到100,那对游戏的体验来说,那就太无趣了 当然,青菜萝卜各有所爱,每个人就照自己的节奏去玩吧 全部都很好,船长,所有事情都考虑了 这是什么?牢房?不愧是游击兵的飞船,抓犯人用的 咦?打开了怎么关起来? 这边是船员的起居室 是船员的起居室 是船员的起居室 上面看看是什么空间 会议室 新途 那这边应该是舰长室了 可是舰长室为什么没有床呢? 是船员的起居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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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贵室 是船员的起居室 銜接的艙門在這很後面 不太方便 找時間再改裝 這應該算是機房了 船上的佈置大概就是這樣了 接下來我先做武器的改裝 換上我比較順手的武器 這是我原本的主飛船 配色我先改了 改成我喜歡的黑紅配色 紅水黑大斑 上面的380的銀幣或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按道武器我會把它換成電子光束 就是下方顯示的粒子 這個武器對船體跟護盾的損傷都是一樣大 非常的好用 回頭彈隱蔽貨艙 隱蔽貨艙的模組 是從魯貨的深紅艦船上取得的 我現在升空找一艘敵艦來打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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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來打安裝 我來a打掉這艘艦來打開 看起來效果不錯 單一個打很快護盾就沒了 如果兩個一起打 我看這船應該是很快就爆掉 一場時間 原本还想登箭,没想到就爆了 搜刮战场的时候我会剪哪些东西呢? 当然是剪高CP值的 像这把漩涡,重量3公斤,价值7800 贝奥5夫,1.4公斤,价值12000 基本上我都是剪武器 最起码每一公斤要超过700元的价格我才会剪 太空桩我就不会剪,因为那个太重了 如果你觉得战场上还有什么东西CP值更高的 欢迎跟我说